一星期一本书 长大步入社会更是深知 不麻烦别人是一种修养 虽然说独立是一种美德 但过度的独立很多时候是为难自己 约翰纳安说过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 也没有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既然我们都要相互依存 就要懂得麻烦别人 钱中书曾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借书就是一男一女交往的借口 一借一还 关系就暧昧了 所以说 好的关系都是麻烦出来的 最近热播剧《少年派》里 前三亿的妈妈裴音 就是典型的独立女性 与老公分居十几年 不要老公的一分钱 自己做家教养活自己和儿子 刚开始 她和林妙妙的妈妈王盛南 有一点小误会 王盛南刚搬过来时 虽然两个人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但见面都是躲着走 有一次 裴音切菜时不小心切到手 着急去买药就把门锁了 出来后 她才发现忘了带钥匙 手机也没带 万般无奈之下 她只好敲响了邻居王盛南家的门 王盛南看到她后 请她进门 又借她手机打电话 又给她包扎伤口 最后爬楼进去她家 为她开门 裴音很感动 给王盛南送了面膜 王盛南教她包饺子 慢慢地 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闺蜜 生活中 很多人拉不下面子去麻烦别人 觉得麻烦别人 是一件很不好的事 为了面子 即使很无助 累到贪 也一个人硬扛 不愿找人帮忙 其实 人与人之间相互麻烦 是很正常的 别人麻烦你 你适当地麻烦别人 慢慢地 关系也就越来越好了 心理学上说 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同样也不喜欢别人麻烦自己 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通常朋友会很少 朋友圈也会很小 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更愿意交朋友 朋友圈也更大 越容易受欢迎 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谢娜 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 朋友也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多 谢娜刚出道时 也不是那么受欢迎 她以前一直坚持 不麻烦别人的原则 即使是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她也想尽办法去做 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 还遭到其他人的厌恶 后来她开始改变自己 在遇到不懂的事时 不会蛮干 都会请别人帮忙 没成想 请别人帮忙多了 他们还都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节目上 谢娜说 我经常会麻烦我的朋友 像孩子用的纸尿裤 保湿霜哪个牌子好 她都会打电话 问问有孩子的朋友 让给她推荐一下 朋友们都没有因此而讨厌她 反而很热心地帮助她 告诉她一些育儿的经验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因为经常麻烦 变得更好 朋友就是用来互相麻烦的 再好的关系 不经常联系 也会变得陌生 经常麻烦朋友 亲密关系 才会更加稳固 麻烦别人 也能让别人感受到 你对她的重视 在你这儿有存在感 也更愿意 和你成为朋友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 但一群人 才会走得更远 麻烦别人 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有一个人问上帝 什么是天堂 什么是地狱 上帝说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就知道了 上帝带这个人 来到一个挂着地狱牌子的房间 正是午饭时间 许多人围坐在一口大锅前 锅里煮着美味的食物 可每个人又饿又失望 原来他们手里的勺子太长了 无法把食物送到嘴里 虽然食物很美味 但他们却吃不到 很痛苦 上帝又带这个人 来到另一个挂着天堂的房间 此时是晚饭时间 只见这里的人围坐在锅边 用勺子把食物送到了别人嘴里 大家都能吃到食物 很开心 天堂的人都懂得互相帮助 每个人都喝到了汤 而地狱的人都是各管各的 结果没有一个人喝到汤 生活中不是什么事情 一个人都能搞定的 搞不定的时候 不妨麻烦一下别人 麻烦别人不是投机取巧 而是懂得求救 明白自己的不足 也是一种智慧 当然 麻烦别人也要适当 适当地麻烦别人 不是懦弱 也不是偷懒 而是懂得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寻求帮助 孤军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的社会讲的是合作共赢 懂得麻烦别人 才是最高级别的情商 晚安 一部怀旧的电影 淋湿了心情 你的爱还在旅行 或一定去哪里 也许遗憾和年轻 总绑在一起 不容许一点委屈 等放手才懂关系 静下心来发现过去 打扮是甜蜜 回忆 我最快乐那一年 我最快乐那一年 是你陪我尽历一切 什么都霜动又强烈 有阵阵在活着的感觉 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年 像梦锁了最近花的时间 短暂却永远是火焰 再情是冰凉 是暖或新天 也许遗憾和年轻 总绑在一起 不容许 只有一点委屈 等放手才懂关系 停下心来发现过去 打扮是甜蜜 我最快乐那一年 我最快乐那一年 是你陪我尽历一切 什么都霜动又强烈 有阵阵在活着的感觉 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年 像梦锁了最近花的时间 短暂却永远是火焰 再情是冰凉 是暖或新天 想覧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